一 保卫南京 南京城东南有一条街 名叫北下路 北下路附近有一个老地名 叫做巴斧堂 据传说那里存是明代巴斧巡岸的爷们 今年九十岁的老南京人常志强 一九三千年时 他的家就住在巴斧堂的附近 常老曾告诉过我 一九三千年的八月十五日中午 刚吃个午饭后不久 突然陈里就响起了刺耳的警报声 因为那时候经常搞防空演练 大家也都歇意为常了 但是这一次不一样 很快空中就传来了 嗡嗡嗡嗡的飞机轰轰声 头顶上一下就出现了十多架 日本鬼子的飞机 随后就丢下了大炸弹 轰隆轰隆的响个不停 有一颗大炸弹就扔在了巴斧堂 后来常志强去过巴斧堂 轻言看到了被炸成的一个大弹坑 座座有一两米深 两三米的直径 听说还炸死了好多个当地的居民 常志强记忆中的那段历史往事 至今已经过去了整整八十年 八十年前 清华日军在南京制造了震惊中外 惨救人寰的大屠杀惨案 疯狂的事实 杀 烧 营 虐的暴行 南京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 那一场浩劫 其实正是从日军对南京持续进行 无差别的轰炸开始的 所谓的南京保卫战 也不是从1937年12月5日才开始的 早在8月15日起 就已经通过空中 陆路和水灭等几个层面 逐步展开了对南京的保卫 历史往往令人难以捉摸 其中有巧合 有偶人性 但也有它的避人性 1937年8月15日 日军首次轰炸 当时国民政府守在地南京 而八年后的1945年8月15日 日本昭和天皇在东京宣布投降 另一方面 根据我收集的各种史料看 在1937年的8月 无论日本的国会 日本的军部和日本的各参战部队 当时都在筹划和实施 如何发兵侵占上海 目标在松户战场 而偏偏813四变后的第三天 日军海军派出飞机轰炸了南京 为了保证首次轰炸南京的成功 日军于1937年8月15日 那一天派出了它的王牌军 木根京航空队 他们号称是空中猴之子 小老虎是要杀威愤的 他是要吃人的 根据海军指挥学院 高晓星教授的研究 那天海面上刮起了台风 每秒分速在15米 按常理 飞机是不能够起飞的 但这次空中强盗门 轰炸南京兴切 20架96式路上攻击机 硬是冒着危险 从长崎的大村机场升空 跨右大海前来轰炸 他们在飞到苏州的上空时 遭到了中国空军战绩的 拦截和阻击被冲散了四架 十四时五十分 十六架日军飞机在南京的上空 投下了炸弹 顿时猎虎翻滚 鹦鹉腾空 强倒雾他 尸体浑沉 警觉着机枪声高速炮声 以及炸弹爆炸形成的巨大声道 此起彼伏 市民们被这突如其来的空隙 惊呆了 8月15日 日经轰炸南京 仅仅才是一个开始 此后 日经飞机迟速对南京进行了 近四个月的无差别轰炸 什么叫做无差别的轰炸呢 简单地说 就是出于非军事目的的需要 而对地帝国的平民 和非军事设施为目标进行的空隙 日经飞机的确轰炸了南京的几处 重要的军事设施 如位于南京城东南光华门外的 大轿军用机场 以及城里中山门内的民工工机场 此后还陆续对警备司令部 宪兵司令部 南京兵工厂和火药厂等处 是使了轰炸 但南京的许多非军事目标 也遭到了轰炸和毁坏 例如轰炸了中央大学文学院 副所试验学校等校售 轰炸了中央医院 省力第三医院 广东医院 卫生学校 国民政府卫生署等卫生医疗设施 轰炸了永利亚厂 下官电厂 自来水厂 南京电话军 浦口口车站 等民用设施或工厂 仅在11月29日 南京京郊的立水县城遭日记轰炸 速北京民房被炸毁 平民伤亡 打千人 在这场轰炸中 许多南京的老百姓遭殃了 被炸死了 被炸伤了 被炸残了 下面我来讲一讲 吴秀兰的悲惨遭遇 在清华日军南京大祖沙 预览同胞纪念馆里 有一条留下历史证人脚印的铜板路 在那一条铜板路上 铸造了一双双南京大祖沙 姓陈族的脚印 而开有吴秀兰名字的脚印 就不是一双 为什么他只有一只脚印呢 吴秀兰家原住在南京城南 中华门附近的西长安乡 当时他只有二十三岁 八月十九日的中午 三架日军飞机 在中华门一带上空投弹 吴秀兰足手掺着六岁的大女儿 怀中抱着布满周岁的小女儿 其从中地行走在秦淮河边上 超低空飞行的日军飞行员 对准他们就投了一枚炸弹 她的大旅游被炸死在河边 她怀中的小旅游被炸飞了 挂在路边的小树上 她的左腿被炸断了 右腿被炸伤了 惨不忍睹 后来 吴秀兰被家人送到南京附近的 五虎医院救治 走腿被截治了 痛苦地生活了一辈子 大屏上就是九十多岁的 吴秀兰老人在铜板路脚印前 诉说他当时的痛苦经历 除了轰炸无辜的南京市民外 日本飞行员 他们连外交人员和设施也不放过 8月26日 时任英国驻华大使的徐克森 他趁着汽车从南京驶往上海 为了防止日军飞机的轻信 他在汽车顶上覆盖了一面大大的英国国旗 几乎把整个抽顶都覆盖住了 但是倒霉的徐大使并没有能逃过恶硬 在途中两架日军飞机围绕着他的抽队 用机枪来回扫兽 徐大使中弹了 受了重伤 1937年8月15日起 日军航空队对南京进行了长达四个月的狂轰滥炸 这组列为有些模糊的黑白照片 就拍摄于1937年日军空袭南京期间 当时南京上空的防空炮火 南京中央医院附近的弹坑被炸毁的图书室 面对来自空中敌人的猛烈攻击 是谁仅凭一人一击就击落了六架敌机 成为中国第一位王牌飞行员 又是谁在队友几乎全部牺牲的情况下 驾驶着南京机场上仅剩的一架战机起飞迎敌 在于日军的空战中 南京共有二十多位空军的官兵一身殉国 成了抗战先列 在这里我重点讲一下 抗日非将军约一群烈似的故事 抗日非将军约一群 他本身不是个将军 他生前最高的精选只是个上尉 而且他只活了二十三岁 二十三岁就被人们尊称为将军 而且是个非将军 这在世界上恐怕也是少有的 而且他的名字也不叫军一群 这是为什么呢 用现在的话来说 军一群绝对是个热血清廉 爱国清廉 1931年918四变爆发后 当时他正在山东读书 他就和同学们一到 到了南京 举行游行示威 积极要求抗日 后来他觉得爱国不是一句空话 不是喊喊口号 游行游行就可以了 是一定要付出于行动的 怎么办呢 他要参军 而是要报告空军 他的原名叫若以忠 忠臣的忠 他要尽忠报国 但是他的年龄太小 不够参军的条件 他就冒充他的四哥 若以秦的名字 报告了中央航校 有意思的是 后来他的四哥若以秦 也要报告航校 就用了他的六妹 若以秦的名字 报告了航校 所以在当时空军就流传了 这样的一句话 叫做 若以秦不是若以秦 若以秦也不是若以秦 若以秦非常的聪明 也非常刻苦 他很快就若以掌握了 驾驶飞机的技术 后任 中国空军 第四航空大队 分队长 副中队长 他曾经这样写道 为了争取民族的生存 宁可让我的身和心 永远的战斗 战斗 直到最后一期 8月14日 中日两国军机 在杭州舰桥 进行首次空战时 他驾驶着 2204号战机 与战友们一起 获利击落了一架敌机 8月15号 他一个人 临束击落了 四架日军的战机 应了那句 抽身牛肚 不怕虎的言语 21号 他又击落了 两架战机 要知道 当时日军的每架飞机 价值50万美金 而且是世界上 最为先进的飞机 他一人就击落了 六架 坚持是创造了奇迹 在国际上 一般把 击落五架敌机的飞行员 叫做王牌飞行员 而 陆毅勤 以击落六架敌机的战机 成为中国第一位 王牌飞行员 12月3日 日军 陆海军航空队 再一次的泄击南京 此时经过三个多月的交战 中国空军损失很大 能够作战的飞机 在南京 只有两架战机 由 董明德 和 岳毅勤 两位政府中队长 分别驾驶 这是一场 第五空中力量对比 十分悬出的战斗 也是一场非常惨烈的空战 岳毅勤 在空中 他被十多架日军飞机 团团地围住 他以这位漂亮的飞行动作 一下甩开了敌机 使两架敌机 相互受击 相互碰撞 而坠毁 他前飞后看 让敌机对他的攻击 一次次扑空 后来 由于敌机实在太多 他的飞机 重弹负伤了 冒起了龙烟 他无法再驾驶飞机 只得被迫跳蚕 由于当时日军经常受杀 跳蚕的中国飞行员 为了不给敌人 作为空中的靶子打 他暂时为了开蚕 而让自己的身体实现下落 当他正要开散时 身体已经触及地面 头部受了重伤而牺牲了 二十三岁的中国空军英雄 为了保卫祖国的凌空 而献上了自己 年轻而宝贵的生命 第二天 也就是十二月四日 董明德 驾驶着南京机场上的 唯一一架战机 从南京升空 在南京附近的宣城 他发现大批的日军 正在从宣城向南京逼近 他压低了机头 向敌人俯冲了下去 随着机关枪的呼啸声 一排排 日军倒下去了 他驾驶着飞机 往返扫兽 直到把子弹全部打光 后来 董明德在宣城 坠机身亡 在日军的空战中 南京的战机 几乎全部战毁 在南京的中国飞行员 也全部牺牲为代价 保卫了南京的凌空 约一群牺牲后 他的应用四级 被编入了当时的小学库本 题目是非将军约一群 2014年9月1日 国家民政部公布了 第一批三北位 著名的抗日英烈 和英雄群体名录 约一群名列其中 成为在南京空战中牺牲的 抗日英烈群体中 最年轻的一位 抗日英烈 首位江阴要塞的中国军队 为什么能抵抗住日军 陆海空三路立体式进攻 长达五天之久 为什么日军主力部队 攻打长熟时 几乎失去了斗志 马上为您讲述 1937年11月初 随着松户会战接近尾声 上海已经是日军的囊中之物 日军开始集中兵力 大举进翻南京 虽然南京距离上海 仅300多公里 但据记载 中方早就在南京外围地区 特别是上海到南京之间 修建了大量的防御攻势 所以当时日军攻打南京 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就是 如何突破南京外围地区的 四条主要防御线 从1937年8月13日开始 到11月12日结束的 松户会战 是中国在全国抗战阶段中 第一场大型的会战 就在松户会战的末期 和南京保卫战开始之前的 一段时间内 围绕着几条具处作战 核心地位的防御线 进行了激烈的战斗 地域涵盖了苏州 无锡 长州等广大地区 这几条防御线 叫吴福线 西城线 扎平甲线 和江英线 在这里 我们简称他们为四线 四线中 有三条线 是在陆路上 他们是围绕着太湖南北而构筑的 有一条线是水路 这一长江而构筑的 在太湖一北的地区 构筑了两条防御线 即苏州至福山的防御公司 我们称它为吴福线 吴西至江英的防御公司 我们称它为西城线 在太湖南侧修作了一条 从渣浦到嘉兴 到平湖的防御公司 称它为萨平甲线 江英防御线 就是为了分属长江 阻止日军 从水上向南京进击的防御公司 中日两国精队围绕着 这四条防御线 进行了激烈的攻防战 下面我举两个战力 第一个战力 守卫五福线 长述阵地的战斗 日军第十六四团 索索木旅团 和第十一四团 仲藤支队 这是日军的主力部队 无论其武器的配备 还是部队的战斗力 都是一流的 但是他们在进攻五福线 长述阵地时 遇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 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十一月十七日副小时 他们为了摧毁 藏出政绩的碉堡和战壕 签用榴弹炮 加龙炮和三炮 等各种型号的重炮远轰 甚至将搜索炮 推置到中国阵地前沿 一半米处 进行近距离的授击 发现中国碉堡 不能养寿时 又将重机枪架在高处 加受碉堡的授口 还使用了当时 最为先进的 红烟喷射机 甚至一度还考虑 使用毒气 中国守经第九十八诗 和第十三诗 就是顽强不退 吊堡里一旦出现死伤手 立即有人补上去 猛烈地向日经开火 日经上上下下 对长梭攻坚战 完全失去了信心 没有办法 他们就派了第三连队 趁着各种船只 渡过昆城湖 趁着一丝从水上强行登陆 绕到五福县的侧椅 进行偷袭 战至十九号 中国军队已经完成了 五福县守备的战略目标 并竟为了防止日军 对包抄和加击 主动撤退到西城县 第二个例子 守备江英要塞的战斗 中国守经第1122司 和第103司 以及江防部队少数兵力 在11月27号至12月21日的期间内 顽强抵抗住日军陆海空三路 立体式的进攻达到五天之久 击毙日军近两千人 战斗打得异常激烈 比如日军城一度占领了中国守经 阵地的线 1034618团 立即组织了赶死队 在连长夏明安的带领下 插上了刺刀 跳出了战壕 向地人冲了过去 连长夏明安倒下了 后面的战士再冲上去 赶死队员爬上了日军的唐克 第一个甩下来 第二个再爬上去 用成捆的手榴弹从坦克的观察孔 炮塌口和履带处映射进去 七辆日军的坦克被炸成了一堆的废铁 1937年少月2日 江英防御线失守 江南四线防御战结束了 从11月上旬起 近一个月时间内 中国守经围绕着太湖南北的 和长将上的四条防御线 与日军进行了积累的战斗 在一定程度上 阻斥了日军 吸进南京的步伐 辽原辱业提示您继续讲述 1937年12月13日 日军攻占南京 在长达六州的血性大屠杀中 在生与死之间 有哪些事 哪些人 永远铭刻在了我们心底 南京1937第二集 古城惨案 1937年12月1日 日军下达了攻占南京的正式命令 随后不久 突破南京外围防线的 约20万日军 兵临城下 开始对南京覆阔阵地 也就是南京城墙防线 发动攻击 时间已经过去了80年 今天南京城的古城墙上 依旧可以看到 当年南京保卫战留下的 弹孔的痕迹 那么在1937年的那个冬天 面对强敌 面对几乎没有胜算的可能 中国爱国官兵们 是如何义无反顾地 用自己的血肉之躯 来保卫身后那片家园 请继续收看 南京1937第一集 保卫南京 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军 南京城内的国民政府 又是如何应对的呢 就在日军对江南四条防御线 展开进攻 三路获为南京的时候 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当局 对南京是坚守还是放弃 出现了争议和分歧 在高级将领中 李宗仁等立组 气质不守 其主要的理由有三点 一是中国守经在松户会战上 伤亡太大 又长途撤退到南京 部队没有修正 已无战斗力 二是地形不利 南京一攻难守 敌人可以三面后围 而白面属于长江 没有退路 也没有战斗的众生 三是 尤其在没有胜算的把握下 与日军应聘 倒不如主动宣布 南京为不释放城市 一名地人以忌口 烧杀平民 但也有主张 要做象征性的防守 或者说短期坚守 其理由主要是 南京市国民政府所在地 又是孙中山总理 民情所在地 不放一枪 空手让与敌人 说不过去 最终 蒋介石做出了 短期固守的决定 短期固守 这个短期 究竟是多长时间 也就是说 希望南京守卫多长时间呢 蒋介石 及其幕僚非常乐观地认为 至少可以坚持一支两个月 那么紧接下来的问题 是谁来带领中国部队守卫南京呢 唐僧志愿意守卫南京 从各方面资料来分析 在当时 南京的部队 只有第88师 第36师 宪兵部队和教导总队 除新兵部队外 其他的部队 都是刚刚从上海 松户战场撤退下来 许多新兵 连枪还不会放 后来从四线防御战场 撤退下来的部队 就更加不满园 例如 第二军团的第41师 第48师 他们竟有五分之四 是新兵 这些新兵训练的时间 不足一个月 根据 对南京保卫战 研究三十多年的著名专家 孙周卫教授的计算 当时 所谓南京的一共有 十三个司 又十五个团 兵力 约为十五万人 11月7日 日本参谋本部 决定组成 华中方便经 任命松井士根 为司令官 下下上海派全军 和第四军 12月1日 日本参谋本部 下达了 进攻南京战斗序列令 但实际上 此时日军 已经基本完成了 江南主机战 濒临南京 围攻南京的日军部队 一共有八个半司团 每一个司团 两万至两万五千人 共约二十万人 这支日军部队 对南京构成的威胁力 是非常之大的 面对强敌 中国守经 不起不牢 诸此拼搏 应用战斗 应用地抵抗了 日军的进攻 最激烈 最惨烈的战斗 出现在 以南京的紫荆山 以花台和明城墙 为依托的 复国防线的守卫上 涌现了一批 不怕牺牲 英勇顽强的 抗战先烈 这里 重点来讲一些 最难忘的细节 先讲讲 击战光华门 12月9日 日军第九司团 曾经三次 对 位于南京城南的光华门 进行猛烈的攻击 军被中国守经 打退了下去 第八十七司 二五九旅 旅长 易安华 亲自率运 在敌县 指挥部队战斗 此时 他的头部 臂部 腰部 都组受了伤 呈上了 纱布和绷带 但他拒绝下阵场 说 我是堂堂的中国军人 就不忍辱偷生 以复国复明 我要与将士们 同身 与阵地 共成亡 少有十日 光华门 和通缉门之间 的城墙 被日经炸开了 两个袖口 日经 分涌 进入城内 中国守经 通过八个小时的 玉学奋战 将这批 敌人 全部歼灭 后来 于安华 的腰部 重弹 昏死在镇静场 牺牲在光华门 尸体滚入了护城湖 苏联 三十七岁 2014年9月1日 被民政部 列入 抗日英烈 和英雄 群体 名录之中 四日傍晚 有少部分 归宿在 万华门 城门洞内的 日经 中国守军 鼓励 少说不到他们 这是中国守军 教授总队 和 迅速 增援 通缉门 强堵 中华门的 第1564 他们把油桶盖 淋开 从城城下滚下去 用手榴弹 作为火影 烧得 城门洞的日军 嗷嗷乱叫 此时 第1564 组织了 赶死队 用神速捆在腰上 从城墙上 向天平天降似的 悬吊下去 进行袭击 教授总队 把光华门的城门 突然打开 用十几艇 清机枪 一起扫兽 把城门洞内的地人 全部击毙 赶死队营们 继续前进 袭击 光华门外 通光银盘内的地人 在与地人的战斗中 数十名 赶死队营们 全部壮烈牺牲 无疑生还 使光华门 和通缉门 转为 为安 就在 城南的光华门 几度一手 又几度被夺回来 的同时 城南的宇花台 阵地也打得 非常激烈 宇花台是南京 城南中华门的 一道天然平荡 也是日军的 主攻方向之一 第八十八四 在森户会战中 损失惨重 乃不及 真普 就投入了 南京保卫战之中 第262旅 旅长 朱翅 和264旅 旅长 高志松 他们率部 二手在 宇花台的阵地上 他们组织部队 都是击败了 日军集团式的冲锋 他们还 轻率部队 高呼口号 杀入敌阵 12月9日 10日 日军 主力部队 第六四团 古舟夫部队 在第114四团的 配合下 向宇花台阵地 发起了 一波又一波的冲锋 军被中国手军打退 12月11日 战况更加激烈 日军 一次次冲上 宇花台的小山顶 又被中国手军 一次次地打退了下去 在这我举一个战例 有一个外号叫 小山东的 年轻战士 当时 他的手和腿 被打断了 他坚持要求战友们 把手榴弹捆在他的身上 并把他抬到公路上 带日军堂开开过来时 他用力一滚 就滚到日军堂开下 拉响了手榴弹 炸翻了一辆 日军的堂开车 12月12日 因弹尽援决 朱痴和高志松 先后牺牲在 宇花台阵地上 2014年9月1日 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 抗日阴烈 和英雄群体明露之中 12月12日 上午逝时 宇花台阵地失守 13日凌晨 日军攻破了城南的中华门 标志着南京城的能线 同时 宇花门和中山门之间的城墙 被日军炸开一道的户口 日军像蝗虫般地 拥入了南京城内 此时 有什么样的障碍物 可以作为屏障呢 那就是万千中国守经的官经们 他们自发地 自愿地 自觉地 用自己的血肉之躯 去阻挡日军 明明知道 虽然毫无胜算口言 明明知道 南京的13座城门 正在注意 被日军拱破 但是 中勇的爱国将士们 他们 人人人不愿意撤退 还在做拼命的抵抗 大平上 就是 英勇的战士们 正在城墙上 进行守卫的历史照片 这就是中国 爱国将士们的 抗战精神 他们凭着 一枪爱国的热血 明智不可为 而为之 在强敌面心 表现出 宁死不屈 不怕牺牲的大卫精神 在南京保卫战中 仅在战场上 牺牲的中国军人 就达到了 一万九千多人 中国精民 该不该抵抗呢 应该抵抗 只要有血腥的中国人 都会这么说 中国人 不是疫情 任人宰国的羔羊 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 中华民族 依赖都有 反抗外来侵略的传统 正是从 这层意义上说 南京通中保卫战 江南防卫阻击战 南京保卫战 虽败游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